这里是广东省南部惠东县 大亚湾与红海湾的交界处 从空中望去 任凭半岛南部的海湾 像是一只浮在海面上的巨大的海龟 海湾的南面 是我国唯一一处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里的这片长约一千米 宽七十米左右的沙滩 是我国大陆1.8万千米海岸线上 最后一处海龟禅乱地 这一个地方就是它三面环山 一面正对南海 它这个沙滩也非常奇特 这个沙的沙粒的颗粒的直径 大小是适合海龟禅乱 这个築巢的需求 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海龟上岸线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它叫做海龟湾 夏中荣博士是海龟湾保护区的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 海龟有回游的习性 成年以后无论游多远 它们都会回到出生地来产乱 海龟湾就像是海龟的精神家园 每年7月到10月 是海龟的产卵季节 每到这个时候 附近海域的海龟数量都会增加 这段时间 夏博士每天日落前后 都会来到海龟湾的沙滩上 他知道面前的这片海水下 一定有海龟在活动 我们这个保护区 就是成立三十多年了 那么第一批小海龟 也接近成年了 那么我们就非常希望 第一批第二批的小海龟 就是能够顺利地返回海龟湾 来产卵 整整四个月的产卵季 夏博士没有等到 一直上岸产卵的海龟 二十多年的工作 他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增加海龟的种群数量 而现在这样的结果 让他有些失落 本月底 这里将迎来最后一次大潮 错过这次大潮 今年的产卵季 就算结束了 产卵期的海龟 对环境异常敏感 上岸产卵前 如果受到灯光和噪声的干扰 他们就会放弃产卵 返回大海 对于海龟来说 渔民的捕捞作业 像一道屏障 影响着他们上岸的 最后一段旅程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海龟不是鱼类 没有腮 他们用肺来呼吸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 海龟就要浮上海面 换一次气 一艘中等渔船 水下拖网的作业时间 是四个小时 海龟如果被拖网捕获 就失去了自由换气的机会 多半会有肺部枪水的情况发生 渔民误补到受伤 或者生病的海龟 就会送到保护区里救治 一周前 一只生病的绿海龟 被渔民送到这里 今天夏博士要给这只海龟 做一次检查 它就是有点瘦 可能生病之后 就没有办法去找更多吃的 所以我们就 在海龟区库中心 要把它调理一下营养 这只海龟来到保护区以后 始终不爱动 对投喂的饲料 也不感兴趣 背架上长满了绿灶 如果不能浅下去 它这个活动能力就不行了 活动能力不行了 那么有很多其他的生物 会附足在上面 有藻类 有藤壶 它会生长在海龟的背上面 而野外的健康的海龟 它有自清洁的功能 就像一些绿海龟 它经常到珊瑚礁 那些岩石下面 就是唱它的背 蹭背就把富足的生物 把它蹭掉了 而这只海龟 它既能下降 就不能够这样做了 经过夏波士处理以后 这只绿海龟 被转移到了一个单独的大池中 这里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利于海龟快速恢复身体 但是即便进入大池 这只海龟仍然不愿进食 这让夏波士有些担心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它不会活太久 为了搞清问题 夏波士每天都会捞取 它的粪便进行检查 海龟的粪便气味很难闻 但是它早已经习惯了 在粪便中 夏波士找到了这只海龟 生病的原因 这个就是一些塑料丝 就是刚捕活的海龟 拿出来的 这些非塑料 这就是海龟的电液了 这里面也有 这里面也有一些塑料 这些塑料就是 在海岸里面 这些塑料容易被海龟当成水母 吃下去 我们看到这些塑料的制品 它这些小的 还可以拉出来 如果大的 它可能就堵散了消化道 我们曾经就看到一只雨伞 在海龟肚子里面 结果海龟被堵散了 就是不能拉出来 最后就死掉了 海龟在保护区内生活 可以得到科学的照顾 除了日常投放的海龟饲料 夏波士给这只绿海龟 开了小灶 这些水枣 是保护区自己种植的 经过清洗粉碎以后 投放到海龟池中 这些细料 有助于绿海龟消化系统的恢复 经过精心条理 它已经可以主动进食了 在确定身体恢复以后 这只绿海龟被放归了大海 成功救助一只海龟 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不过随着海龟 慢慢在海面消失 这种成功的喜悦 很快又被焦虑所取代 对于夏波士来说 他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能否有海龟 爬到沙滩上产卵 每到产卵季 海龟湾里的监控系统 会一直开启 24小时 监视沙滩的动静 海龟有笨重的身体 想要爬上岸 需要借助巨大的潮汐力 把自己送到沙滩深处 在产卵季的最后一晚 潮汐力达到了最大值 顿荡的潮水 就向大家忐忑地等待 终于在最后一刻 一只海龟爬上了沙滩 准备在这里 筑巢产卵 连日积累的焦虑 瞬间一扫而空 这对夏博士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安慰 海龟要先挖一个沙坑 然后把卵铲在里面 这窝海龟卵超过了一百枚 这让夏博士和同事们喜出往外 它终于等到了今年唯一的一批野生海龟卵 这是一只从未被捕获的野生绿海龟 年龄超过了六十岁 它的生活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 产卵结束后 工作人员要给它安装一台卫星追踪器 这个追踪器可以提供海龟喜爱的海水深度 光照温度 活动范围等信息 信号会在海龟浮出海面 换气的时候发射出来 它们使用的胶水是一种防水环保胶 能够保证追踪器在工作期间不会脱落 一年以后 胶水失去粘性 追踪器就自然脱落了 海龟的一生除了上岸产卵 其余时间都在海里生活 现在被装在箱子里 显然不适应 就要落潮了 大家现在必须抓紧时间 让胶水速干 一旦在落潮之前将它放归大海 与此同时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 这个潮距离海边过近 在雨大潮 海水会淹没海龟卵 这将导致这批珍贵的海龟卵 孵化失败 大家迅速将卵挖出 连夜放在了保护区的人造沙滩内 在这片沙子下面 就埋着这批海龟卵 这里没有恶劣天气和天敌的干扰 孵化率更高 夏博士不善言辞 长期的科研工作 让他始终保持着严谨 内敛的作风 但现在 抑制不住的喜悦 让他走起路来 都显得比往日清快 因为只要海龟卵埋在这片沙滩里 就一定能孵化成功 这是他们模拟野外环境 设计的一个人造小沙滩 在这个小沙滩里 夏博士和同事们 在2017年 首次实现了海龟的全人工繁育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保护区是1985年成立的 1987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人工养殖小海龟 那么养殖就是一两年之后 就放上大海了 到了2017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公龟母龟 在这个繁育大城里面交配 过了一个月以后 母龟就爬上这一个小沙滩 在这小沙滩里面产暖 然后再过50来天的时间 这些受精卵就孵化出小海龟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首例 绿海龟全人工繁育